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41 洲际战略核导弹 这一次呢 TFC就是拿这个来作为一个改造的这样一个版本啊 然后呢结合了我去年也很喜欢的 TFC滚雷擎天柱 最后出出来这个核弹的版本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呢国庆马上就要到了 太会选时间了 所以说兄弟们 麻烦你们把6666刷在弹幕上面好不好 那么这款产品呢我也刚刚到还没有拆包 不过呢没关系 因为这款产品其实就是 TFC滚雷擎天柱的一个改模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呢今天就会兄弟们简单的做一个开箱体验视频 变形的话呢等一下简单演示一下吧 内容方面首先是一份很大的说明书 这个放到旁边去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海绵 还不错的 那么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哇映入眼帘第一个都是迷彩的 这个其实跟去年的一个迷彩这个风格也差不多 但是这个才是这一次真正的亮点 就是这个核导弹了 东风41 哇塞 这个尺寸有点夸张 你看我稍微拿一下 应该不出意外是有超过30公分 因为我平时也是就一拿我就能知道尺寸的 这个毕竟很熟练了对吧 30多年了 然后这个东西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前面的给拿出来啊 哦它是这样子的 兄弟们看一下你看 全部都可以打开来的 里面还有一个这样跟其实跟火箭一样的 这应该也是小导弹一样的东西 来全部打开来之后好像一个笋呢 把里面掰开来之后里面是一个弄笋 然后呢这个好像没错 你看它是两个扣在一起的 这个就尺寸就比较细比较长了 然后我记得这底下还有个什么 类似于这么脚灯一样东西 对你看可以支撑在地上的 来怎么样这个呢就是展开的一个模式啊 非常的帅气 它这旁边还有 哦你看这边还有这样子一个板子啊 其实这个也有点像是一个什么什么基地一样的东西 就是跑道嘛 哇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核导炭本身啊 就已经够有玩点了 另外经过一个简单的变形之后呢 还能够变成类似于火箭发射台的模式 你看这边 啊咔咔作响的齿轮关节啊 至于怎么变形呢 其实你们一看 也就差不多明白了 想要领略它的这个风采的话呢 还是自己买一个自己回去玩吧 然后呢这边底下其实还有 没错你看还有第二层呢 这个类似于像小滚猪一样的东西 这里呢还有一些小配件 来这个地方果然如此 这个就是核弹头了 哇塞 最后呢这边还有两个配件 那么兄弟们现在重点了 咱们要把这个核弹呢 给它装上去 它应该是没有分什么方向的吧 反正都可以啊 这边你看凸起跟凹槽结合住 哇这个才是真正的东风41周际战略核导弹 它的全部的样貌 虽然说上面因为变形的关系 有很多的缝隙 但是总体这个长度啊 哇你看 真的是非常夸张 绝对是有30公分因为这个兄弟们把我要说的那句话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来兄弟们看一下是不是30公分 所以我说了嘛 30多年我这个手梁的这个本事啊 是非常的牛逼的 OK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配件都给装上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要装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要脱啊对的 我们先要把这边卡扣松脱开来 这边前面非常紧的两个卡扣 把它往上拔 拖掉 把人形的膝盖位置这里 往前放 两个小腿呢左右分开来 再拿出这个部件 我们给它扣进去 推到这个样子之后 才能够用力的往里面挤 然后这边扣紧 然后这边上面你看也有卡扣 两边扣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腿部进行一个结合 然后呢需要装这样一个部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造型啊 然后就是扣在这个地方 扣好了之后呢 再拿出这个部件 可以看到旁边这里 正好是有一个滑槽的 我们通过这个滑槽 给它滑进去 这个其实就是连接 上面的核导弹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部位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里 给它盖过来 这里盖过来 那么后半部分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把刚才这个 拆下来的部件啊 继续再给它装回去 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 中间卡扣扣好 这里其实有非常多的卡扣啊 咱们需要耐心点把它扣好 包括这里你看 也要藏到底下去 两个卡扣扣好 然后前面这边呢 也是有卡扣 两个扣好 再把这里给它放下来 那么上面这里 两个凸器跟底下两个凹槽 形成一个结合 OK扣好了 车头的位置 我们要装这样子 两个部件 可以看到这里 中间是有一个弧形的 没错 它就是对应这个导弹了 就对应导弹了 所以说我们要正正好 千万不要搞错了方向 这样子给它扣好 最后就是把核弹给装上去了 我们先把这边底下的 这个连接部件 给它扣出来 然后呢 通过刚才这边 装的这样一个部件 给它滑槽滑进去 来前面 还有两个卡扣兄弟们 给它扣上一下 那么 这款核弹版本的 TFC滚雷 请天助的载具形态 就已经完整的出现在 我们兄弟们的面前了 兄弟们 此时此刻 能不能够刷 牛逼两个字在弹簿上面 我觉得 就别说什么 其他东西好不好看 帅不帅 就牛逼两个字就够了 这个真的是 太有霸气了 就直接这样子放在这边 我看到很多人做视频 其实都是用这个载具形态 人形其实都可以不用出现了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牛逼了 真的是太帅 你看这上面 东风41这个 洲际战略核导弹挂在上面 滚东西方面来看一下 这边后面好像有一些地方滚不到 但也无所谓了 这个沉甸甸的手感 有玩过之前 TFC滚雷请天助的 都知道 OK 那么载具形态呢 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进入到 它的变形过程的演示 变形方面第一步呢 就把刚才乱七八糟东西 全部给它拆掉 然后这个腿呢 你看其实已经出来了嘛 我们就要把它这个脚 给它抠出来 这个是脚尖 然后呢 这个后面是两个脚后跟 再把两个脚 给它掰开来一下 嗯 这个脚步就变完了 上半身的部分呢 先把这一片 给它抠起来 底下有卡扣的 然后呢 给它翻上去 那么两边这个地方 抠住这里 然后用力往两边分 那么分的时候啊 尽量小心点啊 我这边你看 就有点小小的悲剧 你看 稍微用点力 哎呀 这边用力不当 直接就摆痕了 但是你看这边就完全没有 所以说大家小心点 给它扣出来 然后我们转到另外一面 先把这个手啊 给它这个样子 腾出了空间 然后呢 把这边啊 这边有个卡扣 给它松脱开来一下 这边关节腾出空间 来 这个样子呢 咱们就可以先把这边侧边啊 它是一个双关节 我们要把它轮子往上推 往上推 你看这里就已经往上了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往上推 第一次的时候呢 比较紧啊 往上推之后呢 再可以把这两个轮子 往后放 往后放 然后呢 这边腰部啊 是可以把它往外拉伸的 腰部拉伸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 胸口位置 你看这里 有一个关节 给它往上挑 然后这个样子呢 你看 首先先把腹肌 给它扣下来 扣好 然后呢 这边你看 凸起腰槽 也是给它扣下去 那扣的时候 利用双关节 把它往后推 推完之后 你看这里 正好你看 位置就在这了 扣好一下 那正好你看 这边胸口的位置 这个错层啊 也是可以 正好可以形成的 然后呢 这样子再把它这边 往下扣 把这边头 给它伸出来 那这头你看 它很有意思啊 既可以有一个 这个露眼睛的 然后呢 同时 戴上眼罩的那种版本 这个非常帅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上半身 进行180度的旋转 然后呢 再把这边你看 两个凸起 跟这边的两个 透明的凹槽 形成个结合 这个背包也结合住了 剩下的就是 把它的两个手臂 进行个变形啊 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用点力气啊 把这边用力的 往外拉伸 哇 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紧啊 旋转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 转到一个 该转的位置 转到这一面 然后呢 这边给它扣出来 你看拳头就在这里了 给它旋转出来 旋转个180度 给它扣上 另外一边 手臂也变完了之后呢 这款这个 屌丝形态的 滚雷擎天柱的造型 就已经变完了 那这个高度方面 其实跟MP10 擒天柱 还要再高小半个头 那兄弟们都知道 这个其实是屌丝的形态 它还有一个 穿上马甲 真正的武装形态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的 那么现在展现在兄弟们面前的呢 这个就是 它的重武装的这个形态了 因为它的整个拼装过程呢 跟之前的滚雷擒天柱 是基本上一样的 很简单 所以说我这边 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如果想要了解的 可以回过头去看 我之前的TFC滚雷擎天柱的 整个视频 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的 那么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个颜值 如何呢 满分10分的话 是多少分呢 可以在弹幕中打出来哦 我个人觉得 可以给一个9分的高分 本来我就非常喜欢 TFC滚雷擎天柱这个玩具了 那这个造型呢 也是我心中的大爱啊 那么它的一个玩点呢 其实还没有完全介绍完啊 这一次毕竟 跟之前的那个 是有很大的版本 这个差距的 来 我们来重点 看一下这一次这个差距了 首先背包位置 是跟之前差不多 但是呢 没有挂上这两个 对啊 这两个呢 其实你把它拆开完之后 然后就这样子 挂在背后 这是一种的搭载方式 第二种搭载方式呢 就是啊 两个炮 这样子啊 但是我觉得这两种 都不是最帅气的 最帅气的 还是在肩膀上面 这么长的一个炮 然后呢 扣在这上面 啊 在扣之前 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 先把这里给它拔掉 里面其实还有两个小导弹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小导弹呢 给它拔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 这小导弹的里侧呢 是空的 这边正好又有一个T字形 没有错了 通过滑草的方式 给它扣在这里 另外一边呢 扣在它的对面 这个样子 你看 再组装起来一下 嗯 是不是觉得 非常的帅气 接着 我们把这边呢 进行一个旋转啊 给它转到这一侧来 给它这样子放 嗯 这个样子 你看从这边后面 滑草给它滑进去 来 兄弟们看好了 这么长的一个导弹 啊 扣在它的这个背包 肩膀之上 你说说看 它到底是有多么的嚣张 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啊 就是说在还没有装上 它的这个核导弹的 那个背包之前 啊 我最喜欢的一种模式啊 个人感觉的超级的霸气 哎 特别是 我们再把它 你看这里 扣好 就有点像是瞄准 然后呢 对着前方发射导弹的 那种感觉啊 个人很喜欢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 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搜索刘哥魔玩 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接下来重头戏了 就是把这个核弹呢 变成一个十字背包 非常的帅 有人说很像是那个 什么海盗高达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把这边 旁边两个 给它往下翻折 利用这里的双关节 尽量的往下翻折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里 利用这个双关节 给它转过来 那可以看到这里 你看两个凸起 跟这里两个凹槽 这里的一个凸起跟这里面的一个凹槽 形成个结合 那么就可以扣得非常的紧实 全部都变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拿出这个载具形态 扣那个导弹的 大导弹的这样一个连接部件 把它扣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通过背包这边 滑槽 给它滑下去 然后这边还有个卡扣 扣紧一下 OK 来 我们给它放远一下 兄弟们看看 这个全副武装之后 背上了核弹背包之后的这个最终形态啊 展现在兄弟们面前了 兄弟们觉得如何满分十分的话 你们会打几分呢 可以弹幕告诉我一下 我个人呢 相当喜欢这个造型 那么也有很多民友说了 这个像是海盗高达 哎 顺带一提啊 最近呢 正好MB的海盗高达呢 准备要开始这个预定了 所以说 这个是不是有点相关联啊 反正我个人呢 是觉得这个造型是非常非常酷的啊 然后呢 我这边在拿出了之前 也就是2019年 我非常喜欢的 排名我年度前十喜欢的这款 TFC滚雷擎天柱放在一起 来兄弟们 这两款产品 只论颜值的话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喜欢左边的擎打一 右边的擎打二 弹幕或者是评论区 告诉我你们的答案了 而被拆下来的核弹头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形 你看 这个都是可以变形的哦 给它打开来 打开来 这个样子 你看 就有点像是这个 底下的这个地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拿出这个火箭 这个火箭 但它这里其实是没有这个卡扣的啊 你就 你就只能就是说 大概的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拿远一些 给兄弟们看一下啊 然后呢 稍微的给它调整好一下角度 你看 也是可以直立的住的 这个感觉也是很不错哦 最后我们再把擎天柱大哥啊 站在旁边 用手扶着这个导弹 最帅的一个样式 就已经出现了 等一下呢 封面图就拍这样的一个造型了 真的是超级的帅气啊 OK 那么今天非常简单的介绍了这款TFC核弹版本的滚雷擎天柱 本来这个TFC的滚雷擎天柱呢 就已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了 在结合上这个东风41这个核弹之后啊 就更加的有这个价值 介绍的价值了 然后呢 也快到了国庆了 我觉得这个出货的时间呢 也是选的特别的好啊 所以我喜欢的兄弟们呢 千万不要错过这款非常优秀的产品 而且它的可玩性也是相当高的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能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